我先说第一个事 第一是叫启示 这个启示呢 就体现特别刚才我讲的第五个特点 因为它是武术 这个武术呢 跟一般的武术不同的地方就是 太极全讲 因敌变化是神奇 不主动去进攻别人 不主动去向别人发心 而是顺对方的来历 顺势借力 顺势发力 它要突出一个话 所以呢 它启示的时候就体现了这武术风格 不卑不亢 我说我将不卑不亢 以一种大将风步 所以它这个 这个 这个姿态呢 就要求俩脚平行 它的根结就是俩脚平行 小马步 全身放松 高度的入境 全身松下来 这时候呢 又要松下来 刚才还是阴阳相继的地儿 又要松下来 又要捧起来 又要一种弹性 就是所谓刚如相继 又要捧起来 周身呢 又捧着 上百贵穴顶劲 单天气沉 下边五只抓地 但有的现在改编那些太力权的 它起了先立正 然后再开户 那么我们老实讲呢 太力权是 本身是武术 和别人交手的时候 哪有先立正在开户的 所以我们按传统权 就要 这样一种 具有一种武术风格的 这样一种 战力的姿势 所以这个 这个关于这个预备式的一些要求呢 我们这个拳谱里边都讲过了 我就不再讲 我现在早就讲呢 这个拳的 进力的变化 预备式完了之后 接 金刚导队 第一个金刚导队 这个金刚导队呢 又叫 这个 太力权又叫母式 他好多 他的进力的 刚才的那些特点 都能体现出来 就是说对方 从我左前方进攻 从我左前方进攻 所以我 他给我一拳 我不是给他一拳 而我是化解他的来历 我用棚画的方法 所以用万倍 他来着 用小臂万倍 棚给他 把他来着这个地点 是这个角度 我棚着 所以 所以四两五千斤 拨就是合 对方的力量合 画的首先是合 什么合呢 就跟他的力量合 他往这来的 我也接应他这个力量 我顺他这个力量 但是 有一个拨的 拨者 和也 拨怎么意思呢 把他的力量 这边呢 稍微 有顺他的劲 就稍微给他改变角度 就让彭 所以 起来的时候 螺旋 就是刚才螺旋往这儿彭 彭该他已经落空了 他没打到我这儿 落空了 他要往回 另变去 这时候呢 我合他的劲 他往回侧头 趁他往回侧 我合他 连合 来 把他的 走 万 拿住 也是个拿法 也是个拿法 如果对他力量 他比我的力量大 合不住他 他还要往这儿抠 那么 我又还是走 顺势接力 随区就身 他来的力量以后 我就走下一个 走一个旅 下一个 让他 这边来的力量 我又让他往这里走 又让他改变一点角度 走旅 走旅 上边旅 下边加西 如果他来的力量很大 走这以后 不过他还往这走 我走大旅 我就走大旅 走大旅 上旅 下提膝 我膝盖 我提膝的时候 可以 捧住他这个 他这个 内部 然后呢 我 他继续走的话 我就可以蹬 前面呢 可以插 后边可以套 就是这些劲都搞清楚 根据他腿的靠 他的角度 他偏这个角度 我就可以用套 他继续上边旅 旅这个程度 他已经甚至往旅 他已经失去重心了 旅选 他往回撤 他往回撤 这个地方我就反拿 这个顺坛往回撤 顺坛往回的力量 顺坛反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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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往下走 往下走 同时 这个旅的时候 大家注意 一定要 就是 画打结合 这画 还要注意 防止他 你捋他 他可以靠 那我这个走 要捧起来 大家看 下面我这个走 要捧起来 捧起来 防止他靠 他靠 他靠的话 我就可以走这个 他往回撤 撤 我顺着他撤得进 另外当然 刚才这个 我现在在外面 我可以 我可以 现在可以扣他 在里侧 我可以弹他走 弹他一样 你可以往这儿扣 所以这些劲呢 都让他配合 就是刚才这个整体劲 不要管是 注意两个手 全身 各部位 配合成一个整体力量 我这儿 我这儿以后他会撤 撤 撤这个 反弹他 这儿彭轴 再往回撤 我就要上 顺着他往回撤的力量 上面脚 这儿脱了 这是 金刚岛那一局 看这个 这儿合住以后 刚才还是整体劲 内外 相合 外边握拳 看很简单握拳 要整体配合 就提前 刚才我说的整体劲 整体运动 外边握拳 一边 一边 收腹 吸气 松跨 提杠 一个不要丢 把这些都配合好了 然后全身力量 去到 小臂给全身来 重拳提膝 这不上升 膝上升 全上升 这不下痕 就刚才说的 阴阳相继 逢上必下 逢前必后 逢左必右 这往上走 爬脚下去 下边给它冲拳 下边给它吸 它藏着这个拳 肯定在藏着这个拳 藏着它 捧走 这些走 然后这手合住它 一个手以后 可以 这个手已经跟那个手已经 然后走一个下踩 刚才 这个合的时候 这个合的时候 还有这个 这个合的太了 这个合的太了 也是把肘都捧起来的 就这样合不行 一定把肘都捧不去 刚才的孩子 大家从后来 我合了它以后 这个肘管它点 因为它 你算是 你拿它 你捋它 都可以用铐解脱 然后我拿它用铐 可以 可以 但我把肘捧起来 它再靠 你再靠 你再靠 正好打灯 肯定它靠不了 所以这些动作大家都要注意到的 这是小 一些小的 不为小的 这个 或许的都要把它注意 配合成一个整齐性 然后 合好拳以后 冲拳 捧走 这个时候手下踩 踢 踢 踢上踢 完了以后 震脚 发自踩进 就刚才说 打到反观点 这个震脚的时候 也是个整体 有人说 震脚是为 剁对方的脚 当然也可以 重要的是 震脚 借地的反作用力 给地的作用力 加大 上了 这个力量 不是为震脚而震脚 而且重心 还有在这边 重心不要过去 使多不大战 重心 还有在这边 这是金刚老队 另外呢 这里和 这个 刚才讲的 周深的彭帝 不要丢了 这是金刚老队 下边第三个式子呢 叫蓝甲一 蓝甲一呢 就是对方 这个禁忆的变化 对方 我 才抓过两个 两个 小臂 小臂 就是说 讲小臂 我想解脱 暗闻近的很难 我想解脱 要解脱的话 就刚才说 折叠近 往复折叠 往复折叠 无往复复 最终五个 刚才我讲的几个特征里面 折叠近 就是说 我想解脱 我先给 先给她的力量 给点她这边肯定 这边加大 跟我合着力量 然后呢我从 借她这个力量 然后 走个力量 犹太远 我给她说 偏跟这边 这边她 她的注意力放松 给这边就好 然后从这 这个手可以卸她 可以积她 那边 然后这时候 右边有情况 下面有动作 右边有情况 这个点开后 右边有情况 所以这个点 又是一隐一近 你刚才讲的 化打结合 这儿彭 她按我的右臂 我隐近 先给她个近 然后再隐 隐进来 上边隐 下边近 上隐下近 右手往左隐 右脚 登卡 如果她这边 腿来这个前面 我就可以套 也可以套她 也可以登卡 也可以插也可以套 就是上隐下近 同时 右隐左近 这个隐 就是一隐两近 就是右手隐 这个脚 同时到 沿沿看她 不一定能看这个 沿沿看对方 然后 走靠 然后 加重镜 再走裂近 裂近呢 注意 先走走 再走走 先走走 先走走 再走走 上边裂 下边踩 靠左脚 一定要扣多脚 一定要扣多脚 跌过来以后 刚才我戴上手 我可以拿着这个手 我可以这样跌它 看看肩靠 肘 手 下边 这个手 上边跌 下边膝盖往里扣 下扣 上翻 下扣上翻 膝盖往里扣 这儿呢 往外跌 下边上翻 最后 下踏外边 就是 这个掌根 本来走 你的时候 力量在这个地方 最后下踏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下踏外边 发出去 下扣上翻 三 刚才讲的 一阴两进 化达结合 这些静力呢 在这个圈式里面 都体现出来 这是第三个事情 来来